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三十世 大富丁《熟龙严经》第五卷 新闻现在在沟盘筹字下第五 《戒戒经》明六戒一王见戒而欲修缘痛伦痴 这一口文字是佛甲戒这个戒经 把这个戒伯罗经把它打六个戒 来说明六戒一王的这个道理 说明断烦牢解决 要见词而解 然后说明这是一种比方 要说这个修缘痛的痴迪 就是由见词而经 离是顿悟的 是需要建厨的 它显示要一步一步慢慢的把这个 自己心地里面所有的烦恼 由粗到细 由诸到维 细细的把它解除 然后才能够烦恼断定啊 成究竟涅槃的孤单 那么经文开头 是欧南先说明他在前面听过的 这个修缘啊 所得的这个很好的法习的这个情况 是杰几家把这个文字表达出来 说明当时欧南的这个心情 经文说 于是欧南 挤诸大众 文化如来无上词汇 其言 切脱 杂柔精英 妙力清澈 心目开明 看未成有 这一行多的文字啊 是在说明 欧南听过前面的俱缩 所有的感受 于是 就在佛 把这个俱缩说完了 死欧比达玛 十方 勃起来 一路涅槃门 这个话说完之后 欧南 并当时在法会中所有的听众 文佛如来无上词汇 文是听 大家听到释迦牟尼佛 如来就是指佛 啊 无上的慈悲的旨意的教诲 嗯 下面的俱缩 下面的俱缩 是佛无上的慈悲 从信地中流露出来的唯妙的教诲 嗯 那么 这个内容啊 人牵的文字 文字 是七耶 缺陀 杂肉 精英 所牵的道理 是妙离清澈 嗯 呃 这是说明 在文字上来讲 签 签 签弦的意思 言字旁 一个完全的全的那个签 啊 就签弦 能签弦 道理的这个文字 签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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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话 呃 翻成中国话 就是重颂 巨颂了 签弦 签弦 化分成巨 这里的签弦 就指这个孤起颂 前面的九个颂 三十六巨当中 里面 前一段 是重颂 后一段 是孤起颂 啊 签弦 指的重颂 前一段 签弦 指孤起颂 后一段 啊 就是前面的寄颂里面 啊 所说的 解决 因字的六结 一一王 啊 跟选择源头 入流程正确 然后接下去 头呢 维系师 就说的这个 孤起颂 啊 就切脱 那么这个 巨颂礼啊 重颂 跟孤起颂 混合起来 啊 一起合成 是 杂 指这个 两种重颂 巨颂的 跟孤起颂啊 它能够 合并起来 啊 这个不是复杂的杂 而是说明它前后交杂 啊 这个巨颂里面 重颂以孤起颂 前后交杂 柔和在一起 柔和在一起 很精细 很 微妙 好 而它的文字 非常的精英 云是 显示这个文字的啊 非常的好 念起来啊 好像啊 把那个道理都能够 啊 在文字里面跳出来 啊 这么妙的 这个文字 所以人圈 是七叶 切脱 杂肉 精英 啊 这说明人圈圈的文字 这么好 说明这个文字是好啊 而所签选的妙离 重颂于孤起颂 所显示出来的 微妙的道理啊 是妙离清车 妙离清车 这四个字 说明它 这个巨颂啊 重颂于孤起颂里面 显示出来的 这个道理 非常非常的微妙 奥妙 奥妙啊 自己的微妙 啊 说明说离自己 微妙 清静而透彻 透彻 透彻 啊 这个文字所显示出来的道理 非常的清静 啊 因为它是从信地里流出来的 啊 清静庄严 啊 它显示的理啊 非常的透彻 啊 丝毫不含乎 把这个道理 完全 横透彻的 把它表达出来 因此 因此 文字 这么好 道理 这么明明 所以是 听的人啊 心目 开明啊 啊 这个目不是眼睛 不是一百九块 是心目 心地啊 听到这个据颂之后 非常的清静 啊 开发自己本有的智慧 能够以智慧言 透彻 这个佛所说的 具重的内容 啊 使他开开悟 啊 了明佛所说的真正的用意 他的道理 所以叫做心目开明 这就显示 我能进步非常非常的多了 他在前面啊 一向都认为 能看到是眼睛 能知道的是心 把心跟目分开来 现在说是心目开明啊 从心地里面 开出 开出 他本有的智慧 而这个智慧言 非常的明朗 对佛说的道理啊 他彻底明白 啊 所以叫做心目开明 这种法习的境界 从来不曾有过 这是第一次得到的 所以叫做探未曾有 探 赞叹 不然大家听众 当时心里都在默默的赞叹 啊 真是未曾有啊 从前不曾经过 从前不曾得过这么殊胜的法习 所以大家都在探未曾有 这是提示前面经过俱诵之后 所得到的殊胜的法义 但是我呢还是有点不明白的地方啊 需要再请受 请示一佛 所以我呢接下去再问法 经文说 我呢合掌 顶礼 白佛 因为要请法呀 对佛 必定要表示恭敬 那么表示恭敬的方式 就是合掌 顶礼 来到佛的法座前 合起掌来 向佛顶礼 五体投地顶礼 拜了之后 然后合掌在佛前 禀白于释迦牟尼佛 啊 下面的引号里面 就是欧南请法的话 我尽文佛 五遮大悲 信尽妙常 真实法句 这是说明他得法的利益 我 欧南自称 经 当下 刚刚经过的这个重诵 顾取诵 听到佛的开始 啊 文学听 佛 释迦牟尼佛 五遮大悲 遮是遮止 五遮就是没有遮止的 啊 这个意思就是说明佛的大悲心 说法利益众生啊 是没有条件的 公开的 平等的 对于一切众生 平等守受以佛所清正的妙法 没有分别 没有说啊 谁对我好我给他多一点 谁对我差我给他少一点 没有这个分别性 佛是以平等心啊 对当时的听众们平等的啊 把法供养给他们 所以叫做无遮大悲 悲 能拔苦啊 众生在三界六道轮回生死 苦恼无量无缘 现在佛一大悲心 拔除众生 无量生死之苦 而这个说法 使众生拔苦的大悲心 是没有限制的 无穷无尽的 没有边际的 所以叫做无遮大悲 那么这是说明佛的说法度众的大悲心 所说的法 开导众生的妙离 就是性尽妙常 妙常 真是法句 法句就是指这个经文的文字 这个经文的文字能够显示出 真真实实众生本具的佛性之理 佛所清真的 众生所迷的 完全把它揭露出来 丝毫不会有保留 真实 彻底的真实 而这个真实说的是什么 妙常 唯妙而常住的 如来藏 妙真如性 如来藏妙真如性 它是 本来就是如此 本来如此 长度不变 它的体性是清净的 无然的 清净也只是方便说 对众生的烦恼染物说清净 实际上 信地里 连清净的名字也不可断 这个信尽妙常真实的法句子之理 大家听到啊 所得的法医 那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文字表现 不过欧难 这个时候他还有一点不了解 所以接下去说 心有未达 六结一王 数结能知 这是欧难的疑问 欧难的心中呢 对佛所说的六结一一王 就是前面俱诵里面解决 音色的六结一一王 这个所谓六结一王 他还没有通达 未达 还没有得到通达 也就是说佛说的六结一一王的这个道理啊 还不想了解 怎么样 在六个结里面 结了就连一也不可断 六处结了一也不可断 而这个结怎么样子展开 怎么样子结 叫做树结能知 树 树斩 把那个结展开来 把它慢慢解开 要怎么样子一步一步的人类 还有人类还有次第的 把这个烦恼结把它解除 怎么样子才能达到这个境界 我呢 自己做的还不想了解 所以要再请示佛 唯吹大词啊 在明师会即于将来 是以法音 洗滴成沟 啊 这请法 唯 淡淡 啊 这个唯 树心旁的唯 跟口字旁的唯 唸起来一样 都是唯 啊 都可以看作单独 淡淡 这一个唯 不过 在这里啊 不能用口字旁 要用心字旁 怎么说呢 这个不是口说的单 而是内心的期望 而是内心的期望 我现在单单期望 啊 我单单期望 啊 佛随世大慈悲心 继续再为我解这个问题 啊 所以这个唯之啊 是心里单单期望 啊 跟口字旁的唯 用意不一样 这里不能用口字旁 必定要用心字旁 显示他的内心所期望 啊 我单单期望 佛随世大慈悲心 慈能以乐 前面说大悲 这里说大慈 前后夫将迎现 这个道理 有大悲 必定有大慈 有大慈 前面必定有大悲 悲者能拔苦 啊 慈者能以乐 必定要把苦拔掉了 才能够得到安乐 所以有大悲 必定就有大慈 现在我希望佛 随世你的大慈心 让我得到真实的法乐 啊 苦血脱了 能够得到 究竟涅槃的真实法乐 所以 在明思会 在明思会 在啊 不止一次咯 从第一节的正中文到现在 一次又一次请法 佛一次又一次的开示 说了又说 讲了再讲 啊 啊 所以现在啊 我更希望佛 再来一次怜悯心 啊 怜悯这个法会中的大众 思会 思就是词 怜悯是这个法会里面 所有的大众 啊 而且这个在 在欧兰的内心认为 可以说 这在这一段法里面啊 这最后一个在吧 只在这个在之后 以后可以不 我不必再请在 啊 那么佛 有这一次的说法 应当就能使我 明白这个六解 欲望之道理 同时也 从此啊 能够得到修行 这个圆通的法门 不必再请求了 所以这个在 在欧兰来说 他希望是最后一个在 啊 啊 如果一前面说来 那不晓得多少在 啊 已经算不出那么多了 所以希望我最后 再来联名 我们这个法会里 急于将来这四个字 尤其这个将来两个字 就可以看出欧兰的大悲心 欧兰是个行不差道的 他处处想到众生 他不是单位自己 所以他想到自己也同时 希望众生 将来所有的众生 同样能够得到这个法医 所以我们看到这类文字啊 对欧兰要生起感恩之心 假如欧兰不再问 我们哪里有法呀 从何问题呢 所以欧兰处处都是为众生 所以他后边说 啊 自卫得度无限度认者菩萨发心 啊 他就是发菩提心 请菩萨道处处为众生 希望佛再适以法因 适时不适 希望佛不适 这个妙法的法因 是说法啦 因是因生 说出这个妙法的法因来 洗涤沉够 把我众生心中的这个烦恼啊 够就是烦恼 存在内心的很细的烦恼 存在里面啊 很深很深啊 自己也体会不到 我们的烦恼存在里面 希望佛说法的法因 来用法水 洗涤我的呃 存在心地里面身后的这个成功 烦恼 能够洗个干干净净 佛的法因就是法水 帮我们洗涤烦 啊 假如我们不闻法 哪里知道自己烦恼多 啊 哪里知道怎么样的断烦恼了 生死 所以这都是佛的慈悲心 是我们得到这个法因 这是欧南的侵罚这个用意啊 他把这个话说完了 啊 当然啊 当然啊 当然他侵罚之后也有 唯仪啊 像佛礼拜啊 回到本座啊 这些都把它简裂掉 然后佛就要为我能解释这个问题 那解释这个六节又完了问题啊 不是单用讲 这个所谓也讲也表演了 真正的演讲 演同时又讲 讲是同时又表演 怎么表演呢 看看下面的经文 即使如来于狮子座 枕涅盘生 连生去离 乱七宝鸡 云首一祭 起街不落天 手奉华金 一大众前 管成一节 表演 佛听着表演说这个解解的方式啊 先打结 啊 即使 乌兰请法的话 刚刚说完的时候 如来释迦牟尼佛 在他所做的说话的法座 狮子座 在狮子座上 枕涅盘生 涅盘生 就是内衣 下场了 啊 印度人 在那个时候的印度人 不像我们中国人穿裤子啊 他们印度人是用围裙的啊 一块布下 下体围起来 大概长度到膝盖啊 这个围裙围起来就 这个围裙就是涅盘生啊 佛 顺着当时的 印度的风俗 也是用涅盘生 围起下体啊 这个时候因为他 要伸手去拿这个 啊 滑筋啊 可能身体要啊 有一个动作啊 那么因此恐怕这个 下肠 没有把身体顾好 所以先把先把它整理整理好 整理好就是把它捏好啊 把这个身体盖好啊 然后连三千离 三千离就是上一 大一 搭在身上的这个上一 就是大一啊 平常说的二十五条一 那个时候佛从九条到二十五条 都是这个大一啊 也许他是他的十三条一啊 当时有人供养他 他们连就是收连 把这个一啊 大一收起来啊 就是把他把身体啊 保好啊 滑七宝集 集是茶祭 茶祭 白在佛的法周边 有一个茶祭 好像人家放茶的那个小小桌子了啊 这个茶祭可能是很宝贵的 七宝造成的 所以叫做七宝祭 滑就是福 福入这个七宝祭 啊 可能他也伸手去拿吗 就扶住这个提宝祭 然后一手去拿这个 呃 机上放的这个呃 这个呃 这个袋子 因手一击 因是身 因身 把手伸出去 在这个茶祭上啊 祈祷 杰伯罗天所奉的法经 杰伯罗 杰伯罗 我们这个头顶上四天王天上去 有桃利天 桃利天上去就是叶摩天 啊 这个叶摩天的天人所供养的啊 啊 滑金就是一一条啊 比较宽的布的带子啊 在这个桌子上拿了这个带子之后 一大众钱呢 管成一截 在大众的面前就把它打成一个截 打一个截啊 打一个截 是欧兰爷 就拿出来对欧兰说 诶 此名何等啊 你看看 我这是什么东西啊 啊 欧兰大众 聚白佛言 欧兰娱大众 大家都禀白 尔释迦牟尼佛说 持名为截啦 这是怕干嘛 啊 佛打了一个截 这就是截啦 打截嘛 就是打个截 啊 大家前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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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